全干的玉米芯没有经过粉碎直接加工的饲料颗粒 现在来到养牛厂 全干的玉米芯能不能直接生产饲料颗粒养牛羊 你好朋友我是张一 这玉米芯本身没啥营养 很多养殖户都知道 牛羊吃了也不长肉 但是现在整体的养殖行情不是特别好 有些养殖户还想稳征求变 今天我们测试的是一台新款的堕罗260型颗粒机 内部是两个加宽加厚的压料滚轴 磨盘不转压轮驱动 内部的漏料面积足够大 等会我们要测试玉米芯能不能直接加工饲料颗粒 设备配套的是三项链15千瓦的6级电动机 低转速高扭矩温度枪我们也准备好了 等会如果能做出来饲料颗粒的话 我们来量一下颗粒温度是多少 全干的玉米芯没有经过粉碎 直接压制饲料颗粒 您看做出来这种饲料颗粒效果怎么样 看样子还不错 我们录制着还是一应到底的视频 中间不做剪辑 温度枪 我们来先量一下颗粒温度是多少 90多度 现在手放在上面 这热气也是非常的足 您近距离看一下朋友 这颗粒怎么样 表面也是非常的光滑 颗粒还有一些养殖户 是直接拿来烧火用的 也是非常不错的 全干的玉米芯没有经过粉碎 直接加工的饲料颗粒 现在来到养牛厂 你看下边是养殖户 刚砍回来的新鲜的青草 现在他们也正在吃 看这个饲料颗粒 对这个牛有没有吸引力 来 嘟嘟嘟嘟嘟嘟 近距离 近距离 您看一下 你听一下这个牛 啃食颗粒的声音 这颗粒现在是半熟化的效果 它们香味更足 它们也更容易去采食 更利于它们消化和吸收 咱们家里边有这个玉米 其实有颗粒的 有颗粒机的朋友 可以按照这个方法 您自己尝试一下 如果怕这个牛羊的 试口性没有那么好的话 往里边稍微加上一些玉米 增加它的营养就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